别看马带有点小 马带里面有老表 有点小 有老表 老表到死都不明了 眼前这个人高马大的男人 只因嫉妒老表钱比他挣得多 便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 在嫉妒新的趋势下 他居然趁老表输税 将其残忍杀害 随后在将老表身上的钱财拿走后 更是将其头身分离 抛尸盒里 跟着张三来探案 人人都是大侦探 时间 2010年2月5日 坐标贵州省都云一座天桥下 王阿姨这天正在桥下散布时 发现河面上飘过来一个带有血迹的马带 很显然 马带里装的不是人民币 就是装着人民 意识到不对劲的王阿姨 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警方赶到了现场 并进行一个打捞 打捞的时候 就感觉袋子里沉甸甸甸的 显然里面不是有惊喜 就是有惊吓 伴随民警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其打开后 果然 这是一份惊吓大礼包 一具双手双脚被捆绑包裹的无头男尸 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经过现场勘验 发现死者右胸有一处锐气伤 并且伤口很深 直打组织 大概率这就是致死原因 随后在法医事件报告得知 死者年龄在40岁左右 由于没有头 身高定在1米5到2米之间 遇害时间在一天以上 并且死者身上穿着单薄 初步判断死者应该是在睡梦中被人杀害的 那么问题来了 凶手是熟人作案还是生人作案呢 由于尸体身上并未找到线索 但从死者身上的手表和手上的老茧来判断 大致可以看得出死者应该是一位农民工 而这一点可以从现场的衣服毛毯麻袋可以看得出 由于无法从头部确认死者的身份 警方便决定从附近的监控下手 很快周边几个路口的监控视频被调了出来 其中的一个视频立马引起了侦察员的高度怀疑 我对警方我们发现 2月4号凌晨2点的过程的时候 在距离彩虹桥200月左右的一个地方 看到一个男性推着一辆自行车 自行车上投着一个大的编织袋 当时车上就拉有东西了 感觉是很沉的 由于当晚下雪视频也比较模糊 无法从监控中看出推车人的长相 但从监控画面的自行车 拖着的那个麻袋和警方打捞的麻袋对比 似乎十分相似 而推车的人也显得非常吃力 很快天桥下发现尸体的事 已经被人们传的满城风雨人尽皆知 而就在案发后的第二天 就有一位市民来到了公安局保报案 他也是听说天桥下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才得知 而下巧 他表哥无间也在这两天离气失联 按照报案人的诉说 他表哥从来都不关机的 基本上一小时都会回人消息 可这几天却怎么都联系不上 在听见天桥下发现一具男尸 他就推测 会不会是他表哥遇害呢 随后民警拿出了尸体的照片 报案人说 从服装上确实有点像 但手上的那块表 他却记不清楚表哥是否带过 由于这是一具无头男尸 因此他也不能确定此人就是表哥 随后警方根据他提供的线索 便走访这个无间的周遭村民 经走访得知 无间是都云周边农村的一个农民 今年三十多岁 失踪前一直和妻子在都云做米粉生意 据周围民众反映 说无间失踪前两天有人藏在天桥附近 看见他和一个人吵过架 甚至差点打起来 随后民警从记忆部走访之后 得知和无间吵架的人叫周宝平 35岁也是都云人 在都云靠送米粉维持生活 是个老实人并未有前科 随后侦察员找到了他经过比对 周宝平和监控视频里出现的 那个推自行车的可疑男子 十分相似 并询问他2月4号凌晨的活动轨迹 他说当晚在给人送米线 随后在看见警方调出的监控后 也承认里面的人是自己 称当晚自己拖的是米粉 但当警方询问他深更半夜 去给谁送的时候 他却又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那无头尸体会不会就是无间 凶手会不会就是周宝平 随后警方通过群口情报局得知 周宝平一直在和吴健的妻子走得很近 还总是趁着吴健外出时 找吴健的妻子 从周宝平支支吾吾的神态 可以得知 那天晚上他很有可能是以送货为友 去找吴健的妻子 而对于他和吴健为何吵架 周宝平也是闭口不答 这让警方一度认为 他就是无头难尸的凶手 随后民警便前往了周宝平的居住的地方 寻找有无作案工具 但奇怪的是 在其家中并未发现有任何作案工具和血迹 如果周宝平没有杀吴健 他为何要支支吾吾闭口不答 随后警方推断出 很有可能是那天晚上 周宝平常常背着吴健 偷偷地和他妻子约会 2月3号这天 偶然知道这件事的吴健非常生气 就找周宝平理论 两个人就在街上查一下 为了继续与吴健妻子私通 第一天 周宝平就把吴健撇了出来 然后再一个被人射入将他杀害 并趁着天黑把尸体扔到了河里 为了民国警方 还把吴健妇所穿的衣服都脱了下来扔掉 白天又若无其死的继续 好了 今天三个累了 后面不想他了 撒会 好